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嘿,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我是芝芯姐姐 今天芝芯姐姐想要和你说个爷爷的脑袋糊涂了的故事 你是不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块呢? 有没有一些时候你发现他们老是忘记事情? 你来评评里,我们说故事咯 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不结好果子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好果子就是好品格 所以,小朋友,你来评评里 阿莱是一只小狮子 他的爷爷是掌管森林,微风凛凛的狮子国王 狮子国王既聪明又仁慈 狮子国王一直是小狮子阿莱心目中的偶像 有一天下午,阿莱找爷爷吓跳棋 这个游戏它们已经玩了上百遍了 阿莱总是用蓝色的旗子,爷爷总是用红色的旗子 可是,玩着玩着,阿莱发现,爷爷竟然伸手拿走他的蓝色旗子还当成是自己的 阿莱以为爷爷故意闹着他玩 可是,爷爷是真的搞错搞忘了 再来,阿莱发现,爷爷竟然把游戏规则都给忘了 跳棋的玩法多简单啊 小的时候,就是爷爷教会阿莱想跳棋的 怎么这会儿,爷爷显得既彷徨又困惑 阿莱好心提醒爷爷 爷爷,你忘记你下到哪里了吗?我可以教你 爷爷抬起头来,望着阿莱 一副既熟悉,又陌生的模样 阿莱惊讶地发现,爷爷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 爷爷不知道该怎么叫阿莱 从前那个自信十足,微风凛凛的狮子国王 好像慢慢消失了 现在的狮子国王看起来总是心事重重 疲惫不开 有一天,阿莱抱着一颗足球回家 爷爷盯着他手中的球盯了好一会儿 什么也不说 阿莱比较好心地问 爷爷,你想玩球吗?我们一起出去玩 爷爷两眼发光,看起来很开心 却只是指着阿莱的足球问 要吃饭了,这个可以吃吗? 阿莱撅起嘴巴 爷爷,我刚刚吃过了 还有一天,狮子国王一早醒来 就对全森林大吼大叫 说有人偷走了他的皇冠 阿莱跟爸爸妈妈把全家翻变了 终于在热水湖里找到了爷爷的皇冠 真不知爷爷是怎么把皇冠扔进去的 从此之后,爸爸妈妈招待阿莱 每天都要检查爷爷的垃圾桶 是不是也扔进了一些不该扔掉的东西 小狮子阿莱不明白 曾经那么聪明,那么强壮的狮子国王 现在怎么变得那么糊涂 小狮子阿莱的爸爸妈妈 请了大象医生来给狮子国王检查检查 大象医生出了几道题目 狮子国王,您还记得您的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吗 狮子国王想了一下 结结巴巴地回答出来了 阿莱在心里叫好 大象医生接着问 狮子国王,您现在几岁了 今天星期几,您知道吗? 狮子国王皱起眉头,开始掰自己的手指 左算算,右算算 好像哪个数字都不对 狮子国王急得满头大汗 这道题,阿兰知道 阿兰好想替爷爷回答 可阿兰的爸爸妈妈拉住了他 要他别说话 经过一番诊断 大象医生向大家解释 狮子国王老了 他的脑细胞退化了 身体也不像从前那么灵活 才会一直忘记事情 狮子国王的记忆力 只会越来越衰退 不会越来越好 但是我们大家仍然可以努力 帮助他衰退得慢一点 阿兰听懂了 爸爸妈妈交代给他一项新任务 每天早上阿兰出门上学前 他都会去问问爷爷 爷爷,我是谁 你记不记得我的名字 每天放学回家 阿兰就推爷爷出去 在森林里溜达一会儿 遇到每个动物居民 就口口爷爷 爷爷,你说前面那个头上 有两只脚的是谁 爷爷,有着黄色长脖子的太太 跟你打招呼了 你也要跟他打招呼 有一天 一群树上的猴子发现 狮子国王反复不断在唱同一首歌 而且歌还没唱完 就中段再冲头唱一遍 这群猴子们觉得狮子国王好像变成了一台坏掉的音像 他们唧唧嘎嘎地在树上大笑起来 阿兰好生气 他在树下又叫又跳 你们这些坏东西 我的爷爷生病了 狮子国王的脸垮了下来 看起来好沮丧 回到家的阿兰连球也不想踢了 他又生气又难过地踢着墙壁 奶奶来了 阿兰,这不是你的错 爷爷今天扮演的不是平常的他自己 别担心,奶奶陪你玩 奶奶陪阿兰下跳棋 就像从前爷爷陪阿兰下跳棋那样 阿兰很开心 但他忍不住想 没有人陪爷爷玩 爷爷一定很孤单 啊,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小狮子阿兰找出了从前爷爷送给他的一大盒弹珠 这是爷爷小的时候最喜欢的玩具 爷爷经常跟他的好朋友们聚在一块打弹珠 阿兰带着这盒弹珠去找爷爷当年的好朋友们 他们是鳄鱼爷爷 猎豹爷爷 狼爷爷 几天后 这些爷爷全都来拜访狮子国王 他们聚集在狮子国王家 把玩五颜六色的弹珠 也就是小的时候他们一块儿玩的那一盒弹珠 狮子国王听见弹珠互相碰撞的咔哒咔哒声 看见玻璃弹珠上闪烁的光芒 狮子国王的双眼也闪闪发光 他捡起了一颗红白相间的玻璃弹珠 喃喃自语地说 我就是用这颗弹珠打败大羚羊 鳄鱼爷爷赶紧补充 哎 你别忘了我啊 当年打弹珠 我跟你是最佳拍档呢 狮子国王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我记得 狼爷爷接着说 我说狮子 你还记不记得 当年咱们老朋友当中 谁最喜欢说要比赛跑 明明他跑最快 咱们都比不上他 他硬是要跟我们比赛 狮子国王的视线扫过来扫过去 看着每个朋友 终于想起来了 不就是你吗 猎豹老头 一会儿爷爷们全都大笑起来 连猎豹爷爷也笑得合不拢嘴 他们还带来了一些有趣的老照片 轮流举着照片跟狮子国王分享 他们小时候是如何结伙恶作剧 然后一起被老师处罚的 那一天 阿兰发现 爷爷的心情特好 精神也特好 晚餐时多吃了好多饭菜呢 鳄鱼爷爷 猎豹爷爷 狼爷爷 以及其他的老朋友们 尝尝轮流来看狮子国王 狮子国王总是很开心 不过他的记忆力 不过他的记忆力还是持续衰退 脑袋里记得的事情越来越混乱 阿兰也渐渐习惯了 有一天傍晚 阿兰又在杂草丛里捡到了狮子国王乱丢的皇冠 他拍了拍皇冠上的泥土 轻轻地放在爷爷腿上 可爷爷却拿起皇冠 戴在阿兰的头上 轻轻地说 有一天 你会成为一个好国王 夕阳把爷爷跟阿兰的眼睛 照得闪闪发光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 阿兰变成了真正的狮子国王 他都仍然记得 当年夕阳下 爷爷对他说的话 他最常提醒王国小动物们的一件事 就是 对你的爷爷奶奶好一点 记得 我们都要帮助他们记得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 弟弟妹妹 当我们所爱的家人 老人家 慢慢忘记我们时 我们一定会觉得难过 失望 但这时候 只要想起 过去他们是怎么样爱我们的 我们就能够继续关心 照顾头脑越来越糊涂的他们 也能够像小狮子阿兰一样 很多很多年之后 我们仍然深深记得 他们对我们说过的话 对我们表达过的爱 我是直行姐姐 包米花 我们下一回 空中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